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今天我有惊喜给大家看 这是Blatilla striata,白极兰 也叫中国地生兰 你看到它的花芽吗? 在这冰天雪地的冬日里 居然有白极兰要开花 是不是很大的惊喜呢? 我一共有两盆白极兰 就是眼前你看到的这两盆 去年冬天下雪比较早 在11月份就下了第一场雪 第一场雪之后 我就把它们搬到车库里了 白极兰的耐寒度还是蛮低的 可以达到6区 我这里是5区 所以不能在室外过冬 我的车库没有供暖 在最冷的时候 可能会达到零下5度的样子 但是对白极兰来说 是没有问题的 在没有光照 没有供暖的情况下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它们会在1月份发芽 就在上周呢 我发现它的芽呢 已经有两寸高了 而且看起来呢 很健壮 除了颜色呢 是白色 因为没有光照 但是呢 芽的顶部呢 已经枯掉了 因为可能是因为光照的缘故 像你看像这个芽 就是这样子 另外现在这个有花苞的芽呢 顶部同样是枯掉了 你可以看到它的叶子顶上 被我摘掉了 通常白极兰呢 是发芽以后呢 先开花 所以的话呢 我就想 或许呢 有机会开花呢 所以呢 就把它们拿到室内 不过在一周之后 我看到这个花芽 已经这么大了 还是有一点意外的 因为它们长得太快了 在室内的这一周呢 真的是可以用眼见的速度长大 我当时呢 只搬了这一盆回到室内 在我看到这个花芽之后呢 就立刻去把另外的一盆呢 也搬回来了 你可以看到这盆呢 有的芽呢 还是比较发白发浅黄色 因为它们在室内呢 只有两天 在这两天之内呢 也明显的长大了许多 你看这三个芽 现在呢 有四寸高了 它们在一周前 拿到室内之前呢 也就只有像这个芽 这个样子 这些芽呢 看起来很健壮 我期待呢 每一株呢 都有花看 而且呢 它现在呢 陆续还有新芽长出来 看到吗 这两盆当中呢 只有这一盆 去年开过花 这一盆呢 从来没有开过花 但是今年的芽呢 看起来呢 比去年的壮实 我希望呢 应该能有花 这就是我今天呢 给大家看的一个意外惊喜 很快呢 可以在冬天里 看到白吉兰的花 喜欢我的视频呢 请你点赞 希望看到我更多的视频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